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世贸组织的规则与改革 因为中国大陆加入WTO20多年 让货物贸易总额成长11倍 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无疑是经济起飞的关键 世界贸易组织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 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舞台 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 是普遍共识大势所趋 全面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和国际经贸规则调整 习近平多次强调 中国大陆贸易不跟国际脱钩 不过此时又有中国企业被制裁 美国宣布对十家中国实体 跟一名个人实施新的贸易限制 理由是涉及对伊朗跟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提供无人机零组件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的做法 破坏国际贸易秩序和规则 另外中国大陆扩大监管网络 去年网信办要求应用程式商店 必须上交业务详情 现在公布第一批完成备案的清单 一共26家 除了本土品牌的APP 外商只出现南韩三星 苹果的App Store全都不在名单上 备案仅是对应用程序分发平台 提供分发服务行为的确认 不代表对该平台服务能力 和其在价应用程序的认可 先前曾要求2024年3月前完成备案 否则不得在网络上使用 引起外界担忧 中国到了苹果App Store 上万个应用程式未来是否会被移除 TVBS新闻中一轮陈玉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